穷人总是要面子 用识换虚 一个小伙子去买方便面 老板有点看不起他 他一生气把自己的八百多 全买了方便面 你都看不起我吗 我买八百多块的 他神经病啊 要是我一包都不买 一有头就走 一分钱我都不让你赚我的 他为什么星期所有 把八百块钱全买成方便面 用识换虚 上头了 上头了就拿自己的真金白银 去维护自己的面子 但是当他下头之后 他会为自己感觉到不值 富人总是用虚换食 你看渣男都是这么做的 我用我的甜言蜜语 我用我的感动你的小细节 我用我的包容忍耐 来换你的情绪 换你的身体 换你的真金白银 而穷人什么都没有 恰恰是消费情绪的 富人什么都有 恰恰是贡献情绪的 越是穷人 越希望别人尊重他 越希望别人宠得他 因为他什么都没有 他就要情绪 要面子 所以富人商人 营销专家就开始满足不同人的情绪价值 他就开始卖情绪 他告诉你大学毕业的第一套西服 他告诉你入职之后的第一块机械表 他告诉你有钱了之后 要追求诗和远方去西藏 妈的 你穷的帮酸帮酸的 去西藏浪了一圈 回来接着穷 是一个去西藏见过世面的穷人 他告诉你 人呐要健身 要撸铁 然后你去办了个会员卡 然后一年下来 你变成了个会撸铁的穷人 你用你可怜巴巴赚的那个撒瓜俩枣 都是卖了商人给你创造出来的情绪 你买的很多东西你真的需要吗 你看你天天买衣服 需要吗 好看呢 好看就买 情绪价值 就有一些人给我抬杠 诶张老师 照你这么说 穷人都不配买一块好的表吗 穷人都不配买个好的包吗 穷人就不配买好衣服吗 穷人就不配去健身吗 不配 穷人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搞钱 琴棋书画 十九花茶 买衣服 逛街 读书 旅游 健身 全部都瞎扯淡 因为有很多穷人 一生被裹挟着往前走 活了很多年 都是个糊涂蛋 感谢观看